大家好,我是林sir 來到這集經濟一周的投資想法 其實想說現在市面有很多投資項目 大家如何評測它好還是壞 但也源自一個個案 因為這對夫婦很喜歡買蠟雜物 如果有少得罪,沒有介意 不是說選擇的都差 先聽聽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夫婦48歲 報告班 收入合共20萬 花紅每年六七十萬 希望十年內退休 住在九龍塘聯名單位 一一年買入16萬 現在欠銀行一一二零五萬 市值二千多 另外英國有兩層樓花 年底收 六成未比欠二百三十萬港幣 會上會的 租金頭兩年收入保證6% 另外石門買到工廂下的樓花 五十萬港幣 講一點 其實有美聯工廂店 但其實大家要看清楚 它是工廂還是商廂 應該沒有一個契系可以工廂兩用 正如香港的樓 如果在一個單位裏面 就沒有商住兩用 有商住樓 但可能四樓是商用 五樓是住宅用 就沒有一個單位可以商住兩邊用 先說回 它買石門工廂 買入5.88ml 租值3% 因為有獨立水喉 就覺得比同區較高值 現在摩出6.8 即摩我撿100個 另外在沙田富豪買了兩個車位 買入1.5 現在升到1.7 租值每個$1,800 另外 有份 投離岸保本對沖基金 15萬美金投入 百利息可以隨時拿回 另外有份 那些月供基金 供了整個十年 累積回報有16% 現在值8.3萬 接著有320% 有股票有75萬 由於兩夫婦一直專注在職場上打拼 所以只可以放心買這些保守的投資項目 我看了林Sir的訪問和blog之後突然清醒 覺得現在月產出的現金流仍然很低 不足以財治 即財務自由 現在有些問題 他想說 如何可以提升被動收入 考慮買了一個車位距 以及其他資產如何處理 首先你問我 其實 投資說甚麼最實際 如果投資物 權益可以隨時在市場流通買賣 很容易掛款接到 以及即時提供一個現金回報 加上它的回報 或者叫租值 在市場上有一個公開的標價 譬如沙田第一成 基本上每個單位租值 可能都約莫3.5米 而這個流通量很高 這就為之一個好的投資物 而用以上去量度幾個投資物 第一 英國的樓花 你問我英國樓 有些人買完 因為英國樓有個buy to lack的 mortgage條款 也挺吸引 其實我們有寫堂上說的 只是還息不還本的mortgage 就令到某些英國樓的投資回報 但未必是適用於讀者 這個英國樓的樓花 由於英國樓花 本人也不太熟 以及不認識任何發展商 但留意 一些樓花給保證回報你 很多時候你都明白 只有價錢拿出來 所以你買之前 我想要親身去看看 其實那裡的單位附近的二手樓 整個租值多少 如果聽人說 就不如不要買 除非你的錢很多 不介意 至於石門的工廂下 就挺好 買了樓花 未收樓就帳面有錢賺 租值是30% 石門樓會好些 雖然它是買樓花 但附近的樓都有租值 不過這樣 買樓花始終有些東西 是你無法規定 可能會影響到它 例如有些商客 晚上每個人走進去 都要檢查身穩定 可能你覺得保安很好 但其實那個商下的租值 就會大大降低 可能你都想得明白 為什麼 有些就沒有這麼嚴 所以始終這就是 買樓花的一些 uncertain的地方 你要去處理 而你買樓花就不會知道 都未交給管業署去管理 這兩夫妻打工大 她最有趣的就是 就是最正路的住宅 她就不是怎樣買的 可能她每逢有時間 被人推銷一些絕屈的東西 要不就買到英國樓花 要不就買到沙田富豪 即是基本上附近 比較容易找到車位的一些地方 好像這樣說 沙田富豪兩個車位 是全購買 其實全購買已經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你利用不到 物業最特別的槓桿的特性 其實買樓最值得 就是可以提供高槓桿 還有現在租出每個都1800元 我這樣說 現在 其實找爛地 都可能找到1800元 我這樣說 應該是月租這麼便宜的車位 除非你是大勢不 所以富豪 我想她這個是有改 都租1800元 我不是在富豪住 不是經常住在那間酒店 都聽說幾萬 所以就 唉 總之就買了她都OK 還有她又買了些 那些離岸保本對沖基金 買了15萬美金 說收息80% 隨時可以取回 但留意 我想這間基金隨時取回的意思 就是指如果那間基金公司 沒有什麼事 和不走路的話 可以隨時取回 留意 香港 很多銀行買的基金 就是證監批核 即是有approval 那些會好些 但這種離岸保本對沖基金 我難解一解 什麼叫離岸呢 離岸即是 其實那間公司 應該就不在香港註冊 我相信都不在 英國或者新加坡 這些地方註冊 就可能在一些 Criman Island 或者是 一些Melta 馬爾他這些地方註冊 這些地方註冊的公司 是查不到註冊 查不到註冊 即是找不到哪個董事 或者她的 事權架構複雜的話 那你有什麼事 就不知找誰追究 而但是反過來 保理本的就是那些人 即是那些你查不到的人 其實好人好者 就開一間公司 少些會開離岸的 那 反過來 離岸公司會給你一些 好些的return 而但是問題是你不明白風險 又覺得好穩陣 又覺得可以隨時拿回 那這一點就要留意 當然不是全部離岸公司 都有問題 不過 我們投資盡量都 不考慮一些brand 又細而又 是離岸設置的機構去做投資 那 他們 是離岸保本對沖 所以離岸公司保理本 都沒什麼用 所以其實偶爾有些人聽到 保本有10厘 那些 那些其實可能你的說話 沒錯 沒有虛假陳述 但問題是哪間公司保本 你要好好去想 自己對沖基金 其實他和一般基金玩法 即是一般基金可能就拿 Long或Short 看好話看淡 看好話看淡 對沖一些什麼 其實就找一些事 其實他們的策略可以很多 而其中一種也有大路些 就是玩一些在市場失效的時候 例如英國和紐約的旗遊 其實大家都有 但trade的價格可能會有些不同 而說不定你計過某一刻 在美國有說不定 在英國便宜些 再加上運費 在英國買油再運去美國 都便宜過在美國買少少的 即是布蘭特旗遊 是便宜過紐約旗遊的 加上運費 那你便可以用大量的銀碼 去當中 沖入去那個市場 從而 買一些給市場低水的英國油 去獲利 買回美國買 但問題是這個 這個叫做 沖銷的機制 沖得多是會多人 而令到原本 inefficiency的市場 回到有效的水平 即是令到英國油便會升 大致就是這樣 也要沖 當然策略很多 我不敢說是一個專家 這樣 而這件事也挺複雜 所以先說 這個讀者 買幾件東西 都可能 要在市場變差之前 就拿錢回來 始終沒有說市場很快變差 不過 不是他 我想他不是太明白 就不好買 買回一些簡單些 有多些交投的車位 或者住宅 或者香港受監管的基金 會好些 走行 不停 那些集合 有多些交通 那些地方 要去 那些地方 有多些地方 有多些地方 都想到 那些地方 有多些地方 有多些地方 我們現在